關於抖音的問題,特朗普昨天說如果9月15號之前TikTok不被美國的公司收購的話,他就會需要停止運行,你對此有何回應? 一段時間以來,美方在拿不出任何證據的情況下,泛化國家安全概念,濫用國家力量,無力打壓特定的非美國企業,這違背市場經濟原則,也違反世貿組織開放透明非歧視的原則,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徑,中方對此堅決反對。 我們注意到,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對此也有很多批評和質疑的聲音。 美方把所謂的國家安全作為打壓有關企業的理由,這根本站不住起來,不過是為自己尋找藉口而已。有關企業按照市場原則和國際規則,在美開展商業活動,遵守美國的法律法規,但美方卻以 莫須有的罪語,進行涉嫌,打壓,這完全是政治操弄。事實上,美方動用國家機器,打壓他國企業的行為屢見不鮮。 日本的東芝,法國的阿爾斯通等公司,都曾遭受過美方的蠻橫打壓。 美方標榜的所謂公平競爭的虛偽性保護無疑,嚴重損害美國的國家性癮和形象。 如果按照美方的這種錯誤作法,那麼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以國家安全為由,對任何一家美國企業採取類似的舉措。 美方務必不要打開潘朵拉的盒子,否則將自食修骨。我們呼籲美方,認真傾聽本國和國際社會的理性聲音。 不要將經濟問題正著,為各國市場主取在美投資經營,提供開放、公平、公正、非歧視的投資營商環境。 多做有慮於全球經濟發展的事情。 下一個問題。 還有問題嗎?